赛斯书 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 这些信念使你们倾向以遗传及环境来诠释经验 因此 你们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这些信念上面 以致作为行为的主要原因 这转而造成了本来没有必要的那么具结构性的经验 你们不曾专注在例外上 那些并不符合他们家庭的模式或环境的儿童们 因此当然也没有人企图去观察那种非公认的行为 因此之故 在人类活动背后的大的组织性模式 常常几乎完全逃过了你们的注意 举例来说 你经常读到有些人非常受到虚构人物 过去的人物或完全陌生的人的影响 好像比他们受自己家庭的影响还多 这种情形被认为是怪事 人类人格对所有各种刺激远比我们假设的要开放得多 如果认为资讯只透过肉体的途径 而为个人接受的话 那么当然 遗传与环境必然被视为是人类动机背后的原因 当你们明了 人格能够 而且的确对其他种类的资料 有不止肉体上的通路之时 那么你必然会开始想 那些资讯在个性的形成与个人的成长上有什么影响 孩子们在出生时的确已拥有个性 而他们生命的整个可能意图在那时就已存在 这就如他们后来将拥有的成人身体之可能计划也已存在一样的确定 意识形成基因 而非其反面 而将出生的婴儿是个媒介体 意识透过它把新资料加进染色体的结构 孩子从生下来对所有各种物质事件的觉察就多得超乎你们想象 但除那以外 孩子利用早年去探索 尤其是在梦境 适合他自己幻想与意图的其他种种资料 而他不断接到完全与他的遗传或环境无关的一连串资料 举例来说 在这些其他层面上 这孩子知道在差不多和他同时代出生的人 每一个人个人的人生计划与他同时代的人多少相符 那些计划彼此沟通了 而可能性即刻在架勾二里开始运转 举例来说 到某个程度 做了一些计算 因此某甲三十年后会在市场上遇到某一 如果这符合双方意图的话 在每个人的一生里会有某些基本接触 那被设定为很强的可能性 或个人将来会长成为的计划 那么有一些事件的身体 那是你会以某种方式具体化的 这几乎就像是你由胎儿的结构 具体化出你自己的成人身体一样 以那种说法身体处理物质的东西 虽然这些东西有他们自己的意识与实相 很明显的 你的精神生活是处理心理上的事件 但在所谓的正常觉知之下 儿童朝着那些将组成他人生事件的精神身体生长 那么那些使得每个个人特殊化的独特意象 存在于架构二里 而一旦出生 那些意图立即开始影响架构一的物质世界 很明显的每个儿童的出生改变了世界 因为他建立了一个极客的心理动力 而开始影响在架构一与架构二两者里的行动 举例来说 一个儿童可能天生就有强烈的音乐才能 假设这孩子是个非凡的天才 在他还没大到可以开始任何一种的训练时 他在其他层面就会知道 在他一生里当代音乐会采取的可能方向 他在梦境里会与其他年轻的刚萌芽的音乐家认识 虽然他们也是婴儿 再次的可能性将被设定进入运转状态 以使每一个孩子的意图都得以向外伸展 然而有很大的弹性 而按照个人的目的 许多这种儿童也会与过去的音乐认识 到某个程度 这适用于每一种领域的努力 就如每一个人增益了世界的现况 并且就如每个人的意图增益了其他人的意图 其效果相成 而造成了你们世界的成就 而成就的缺乏 当然也产生出那些也是如此明显的匮乏 有些读者有兄弟或姐妹或两者皆有 其他人则是独生子 你们对个人性的想法与你们有很大的妨碍 再说一次 意识的每个部分虽然是他自己 但或多或少也都包含了所有意识的潜力 因此 你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私密性情报 其实远不如你所想象的那么私密 因为在任何一个事件的经验背后 你们每个人都拥有那事件的有关其他次元的情报 那是你通常没知觉到的 如果你被卷入任何一种群体事件 从一场音乐会到一次雪崩 你在其他的层面上也觉察到了导致那个特定事件的所有行动 如果说房子是由相当可见的砖所建造的 那么群体事件就是由许多微小而不可见的事情所形成的 不过每一个都颇为精确的契合在一起 在一种你们每个人无形中都参与了一手的心理砌砖工程里 这同样适用于大规模的皈依以及天灾 10点43分 当它进行这一课的时候 我开始希望赛斯是在做这本书的口售 最后我决定要把它插入在书里 即使它不是这个意思 当然以下的不是口售 反之却是关于真前天做的一个非常栩栩如生的梦 以及今晚赛斯对它的诠释 我们把那个梦的资料在这儿讲出来 因为它包含了一般人会感兴趣的成分 并且谈到了有些读者在他们给真的信里提到过的一些事 真的梦令我有一点嫉妒 即使那是一个涉及了一些恐惧成分的梦 因为我从未有过任何类似的梦 他写到梦1978年3月11日星期六下午 我睡了一个午觉 醒来时记得有这样子的一个梦 首先我在一个房间里 向一群人问关于会议的事 我想知道是否有这一回事 立刻有一道如门板宽的白光 由地板直冲过天花板 在光上面或者里面有一些符号 我立刻呼的一声窜进那道光里 以极大的速度上升穿出了房间 我变得有点害怕 而想回来 我想我是怕会完全失去自主性 我不知道我看到了什么 我立刻回到了房间 但却忘了我是如何做到的 后来我在像是一个不挂算命的地方 告诉一个女人我的经验 当我说我是塞斯资料的作者时 她变得不高兴 说他们不接受她 但这并没令我困扰 现在塞斯这样说 我知道鲁博是在找那个会议 Counsel 但实际上他是在寻找一种最高层的忠告 Counsel 却因同音而变成了会议 附带说一句 这是个极好的名词 代表对任何一个人所可能有的 最切身并且最高层的忠告 他在找一种更高的意识状态 那代表了一种独特 却又宇宙性的资料和歧视之源 这样的一种泉源 的确是对每个人都存在的 不管它是如何的被诠释 在这种情形里 白光是一个特有的象征 他无法消化这资料 而变得害怕起来 至少到某个程度 因为所涉及经验的庞大 而被吓着了 就好像是他为了个人的理由 而在追求的那古老 却又长新的知识 是如此无所不包 以至于他自己的个人性 没办法一边处理它 同时一边还能维持住 他自己必要的关系架构 一个相当自然的反应 只因通常他对这种经验 很不熟悉 不过他曾沐浴在那光里 被他充满而恢复了精神 并且得到了新的理解 而那理解现在将以一种 个案方式出现在他的经验中 而被消化同化于 他正常的关系架构里 那么甚至在此也用到了转意 而接触也重建了起来 塞斯又花了几分钟 为真讲了一些别的东西 然后在十一点十分 道晚安 就好了 就好了 好 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